HELLO 大家好 我是民底 今天呢 回歸老本行 我要來做的是 TADAN! Pair Hara 奶瓶唇釀系列的試色 從他們之前出的露營小熊系列 一直到NUDE系列 跟最新出的這個有點歐美色系的系列 總共十個顏色今天會一次試給你們看 那我知道Pair Hara 出新品的速度真的太快了 現在已經出到水蜜桃系列又五個新色 那因為那五個新色我都還沒有買到 所以這次呢就先給你們做這些顏色的試色 大家應該也都知道 這個Pair Hara的奶瓶唇釀已經不是新品了 但是呢 因為他們最近就很積極的 為這個系列推出新的顏色 而且每次的新色真的都調得很漂亮 所以我還是想要做一個詮釋色跟大家分享 首先22號是一個很日常 帶有氛圍感的蘿蜜粉色 所以我這系列中最喜歡的一個顏色 因為它很特別但是又很好搭配妝容 23號跟22比是帶更多紅調的裸棕色 這支我覺得不太調膚色也很日常 24號是有點像加了牛奶的橘調蘿蜜色 雖然是打底色 但是有點奶糊糊軟綿綿的感覺 25號比24號更深 更偏橘紅 但還是偏低飽和 這支擦起來會更元氣更顯氣色 26號官網寫的是伯爵茶玫瑰裸色 但我覺得它就是一個 這系列中很偏中性的粉色 一樣是單擦會很顯元氣很顯氣色的 27號草莓裸粉色 這個擦起來會給人更可愛更嫩妹的感覺 28號紫調裸灰粉色 這顏色我覺得比較挑膚色差 可能橄欖色調的皮膚到冷色調皮膚女生會比較適合 接下來又進入到他們的歐美色系系列 29號可可裸色是一個很有個性的 就是一個 對 可可裸色 但是我覺得它蠻低飽和的 它在我臉上沒有很適合 30號試在手上的時候我原本很期待 就一次在嘴巴上 嗯 是什麼 像個麵團一樣 而且顏色我自己覺得沒有很好看 有點可怕 我想說戴個墨鏡看可不可以拯救一下 嗯 好像沒擦 哈哈 拿來疊擦我覺得效果也普通 你們覺得呢 31號是29331中最好駕馭的 它是一個酒紅棕色 這顏色裡面的紅感可以把亞洲人的膚色襯托得很好 所以這一支是歐美系列中最推薦的顏色 外包裝呢大家應該都看得蠻熟悉的 它就是做了一個像小奶瓶的外型 那我自己覺得最可愛的迷人點就是它這個色號的地方 自行挑的很可愛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他們這個Ink系列的小LOGO 那在這三個系列中呢 比較有一個調色主題的是這個24號到28號 我記得它是以咖啡為靈感 然後調出了秋冬濃醇香的感覺 它還有一個同時推出的這個眼影盤 也就是我今天用在眼睛上的這個 這一盤我也一併附上刷色給大家好了 所以眼影盤用下來我也還蠻喜歡的 雖然這十個顏色不是以一個系列推出的 可是我覺得這十個顏色 他們的概念跟方向都很像 所以就把它全部試在一起 如果你平常是一個非常鍾愛於 低飽和色系、奶茶色系、裸色系的人 我跟你們說這一系列的顏色 你們真的會非常非常的喜歡 這三個系列中最低飽和的是 這三個歐美系列的顏色 也就是29、30跟31 再來呢比較中間飽和度的是 露營小熊系列的22跟23 大概冬天那個時候推出的NUDE系列 也就是24、25、26、27、28 這五個顏色是我覺得最日常的 然後飽和度也會偏高一點 所以我自己覺得是比較好駕馭的五個顏色 首先22號應該是我今天試到的 十個顏色裡面最喜歡的顏色 這個顏色就是一個非常日常的粉棕色系 它不會跟你手上有的那些 那種什麼奶茶色啊感覺太像 它是一個我覺得蠻特別蠻有質感的顏色 那23號呢顏色就會比較深一點 比較鬆一點 所以比較適合皮膚偏黃一些 或是皮膚顏色比較健康的女生 這系列中比較偏打底色的是 22、24、30 中間深淺度的是25、26、27 深色的話有23、28、29、31 暖色調的話有23、24、25、30 冷色調有28、29、31 中間色調的話是26、27 那其實這系列的顏色啊 我覺得他們單擦都比疊擦還要好看很多 除了這個歐美系列的30號 它是一個我個人覺得比較雷一點的顏色 就是它單擦也不是一個那種很特別的裸色 但我發現以30號為打底的情況下 其他的顏色配起來都有一點 怪怪的 除非你真的是一個很喜歡玩妝 你喜歡畫一些歐美妝特殊妝容的人 不然的話30號我自己是沒有很推薦 29號跟31號其實他們兩個都是非常歐美的顏色 我真的很驚訝原來韓系品牌也會做一個這麼歐美的顏色 也許是因為PayPal的東西可能在歐美賣得很好的關係吧 所以他們就想要做一個比較是面向歐美人的色系 我之前也不是沒有擦過歐美系的顏色 但我覺得這兩個顏色真的有一點點太低飽和了 這個顏色非常有個性然後很前衛 給人的視覺衝擊會很強烈 不是一個很日常的顏色 那我發現如果你把它疊擦的話 它也沒有辦法呈現很好的效果 下面再疊擦一個低飽和的顏色 就會整個人顯得很病態 那如果你又擦了一個太高飽和的打底色的話 又會顯得很奇怪 如果你真的還是想要一個這種歐美色系的顏色 我自己是最推薦這個31號 我覺得31號應該是非常不挑人的 而且擦起來呢就是整個氣勢很強烈 至於前面的22到28號啊 我自己都沒有覺得有特別雷的 反正就是依照自己的需求 還有膚色調去做選擇就可以了 那質地部分就如同剛剛所說的 其實這個小奶瓶唇釉不是很新的新品 所以它的質地呢都是 我覺得比較偏向是兩三年前 韓系很流行的那種 有點奶霜感的霧面唇釉 它的這個質地會因為色號而有點不太一樣 像我剛剛試到這個28號 我就發現它的質地比較水比較薄 可是在試到30號的時候 它又突然變得很稠很黏 可是總體來說呢 它的平均質地就是一個比較偏奶霜感 它會有一點點厚重 奶油卡士達再加一點點麵粉混在一起 然後塗在嘴巴上的感覺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不太喜歡戴口罩 然後擦一個負擔太重的唇彩的話 這個系列一定要記得薄擦 塗薄薄的兩層再下唇 直接抿開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塗的太多 塗的太多 第一個是妝感不好 第二個是你的感受 唇感也不太好 那它剛上上去呢 就會像我手上這樣比較有反光感 可是因為現在 它的油脂都被我嘴唇吸收之後 其實就是一個 算是幾乎是90%霧面的唇彩了 吸收到一個程度之後 它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持妝 我之前有分享過我擦這個然後去上跳舞課 那天我記得超級熱 我口罩底下整個大爆汗 可是一脫下口罩 我的唇妝還是完整的 還有保留大概八九成的顏色在 那另外一個我還蠻喜歡它的點是 它非常容易擦勻 我今天試這十個顏色其實花的時間都不長 因為我只要抹一下在下唇 然後直接抿開 它很快很快的就可以擦勻了 那還是一樣 韓系唇彩呢大部分都有這個特質 也就是它擦在嘴巴上邊界感都不會很明顯 所以如果你喜歡畫那種什麼微笑唇 M型唇 那種需要暈出唇界去做一些唇型勾勒的人 這個PairiPod的奶瓶唇彩也很適合 那我覺得它是有一點點修飾唇紋的效果 可是呢隨著你帶妝時間變得越來越長 如果你是一個嘴唇很容易乾的人呢 它到最後可能會讓你的嘴巴顯得有一點點乾 就是你的唇紋可能會有一點跑出來 但如果你是像我一樣嘴唇不會到很乾的人 其實我覺得它就有一種柔膠修飾唇紋的效果 那其實刷頭的尺寸還蠻小的 可是你不要看它小 我覺得它對我的下唇寬度來說是剛剛好的 再加上它的質地的關係 我覺得這個刷頭不太適合做得太大 這個尺寸我自己是覺得用起來是順手舒服的 然後也不會覺得好像取出太少產品 需要來回沾很多次 至於香味呢它有一個甜甜的 有點像水果糖的味道 味道還蠻重的 上唇之後雖然我現在已經不會再聞到了 可是你在塗抹的時候味道會比較重一點 如果介意味道的人這個系列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今天介紹這幾個顏色都很低飽和 所以它都沒有很明顯的染唇狀況 可是我之前擦另外一個比較亮一點的顏色 它是會有一點點染唇的 那至於沾染度呢 它是會沾染會轉印的 但它轉印的量其實不是很多 而且當你轉印一次之後 它的那個量就會急劇的減少 所以如果你是怕沾染的人 就是在戴口罩之前拿一張衛生紙 然後把顏色抿掉 這樣在戴口罩的時候就不會有太明顯的沾染了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Pair Paira奶瓶唇釉 從露營小熊到Nude Brew 跟歐美系列的全系列的試色 如果還有哪些你想知道的部分我沒有分享到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幫我按個喜歡 按這裡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 忘了跟大家說我今天走大上擦的是24 疊擦31 啊 啊